由于聚集热播 无限两大女主胡定心和田蕊妮 被定为是年底颁奖礼 事后的有力竞争者 德国事后的田蕊妮一方 是十分的看得开 但对于还在拼奖项的胡定心而言 显然是有所期待了 到年底颁奖礼的时候 就是观众还想念我们两个 道士男主陈豪最淡然 已是两个孩子的他 一心赚钱养家 做演员之余 还开咖啡店活得也是够实在的 当父母施加息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做好一点 然后给他们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 那就好了 娱乐心内地综合不达